非姐 过来 这边 都快了吧 快吃饭 真不要脸 迷雾张胆备有福祉福利 小三人 就是 派人家老婆到公司来闹 这够缺 是个 也不怕曾爆料 你们俩说什么呢 非姐 没什么 别理他了 是 非姐 别跟你一般见识 没什么 你们吃饭吧 非姐 非姐 走了 太远去了 小三 这份文件要你签一下字 对了 我今天早上听说 周经理的太太来公司闹了 你消息够灵通的 外面都传开了 我知道的算晚的了 一个人是不得老黄说 不 定条制度 以后公司里多谈工作 少漏人长短 喂 怎么了 什么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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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一切由我呢 我求求你不要对我那么好 我求求你不要对我那么好 菲菲 我真的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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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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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别哭 别哭 没事 没事 好 别哭了 好 小心啊 我帮你吧 我来 想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那有事喊我 惠民 怎么了 我们还离婚吗 袁泦 非喸 让鱼偷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不是 没事 我顺路的 真的不用了 你们走吧 你别想太多啊 好好休息 放心吧 那我们走了 走 走 安静的我 站在门外 看着你们 弹得如此 畅快 想离开 留下来 还是要我在等待 什么对白才是你的期待 我有口难开 爱痛之间徘徊 只要能真的 让你少一点伤害 把自己 陆菲菲你还给我离开 我跟你拼了 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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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有事业 你还想怎么样 周大哥 你冷静点 这是公司 你不要闹了 你把回笔还给我吧 我只有一个正本 你我不能没有他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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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ción 你没有他 breath unto我 只要能真的让你少一点伤害 把自己关起来 硬把眼泪扔下来 是我唯一能给你的疼爱 我有口难堪 默默诉着悲哀 飞断流腔下海啸 顿时我而来 请愿我一个人 收起所有的依赖 我的爱要看你的命运 飞飞 我就在你楼下 飞飞 我想说的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 至少我是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飞飞 你听 你有钱做不到 轰隆隆隆隆隆打雷了 好多人脸上都失去了笑 啪啪啪啪啪啪 集成者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你有钱做不到 轰隆隆隆隆打雷了 好多人脸上都失去了笑 无奈何望着天 谈谈起把头摇 菲菲 菜爷永远支持你 谢谢 你放心吧 我是百真不恼的孤菲菲 我没那么脆弱 我一定要帮你完成浪漫巴比乱 谢谢 薛总 周经理要见您 让他进来吧 好的 您可以进去了 谢谢 薛总 你太太怎么样了 没事了 那就好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辞去项目组副组长职务 为什么 我太太怀孕了 而且她滴血糖 我想这段时间多陪陪她 只是这样而已 是的 行 我知道了 你跟人事部打个招呼吧 谢谢薛总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改一下 记住了啊 马克你那边怎么样 姐姐 刚才红师给我这几个数据 跟那两件事 红师呢 说我不要错了 一定要记住啊 所有的数据都一定要做备份 要仔细地合查 各位请停一下 我有事情要宣布 鉴于周经理需要时间处理家务 自动请辞项目小组副组长的职务 所以薛总改任顾菲菲 为项目小组的副组长 什么 菲菲 好好干 哇 菲姐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 我们去哪儿庆祝一下吧 好啊好啊 快想想吃什么 看 那个 越南菜好吃越南菜 都行啊 来 菲姐 我们三个祝贺你 荣升咱们项目小组的副组长 来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菲姐 上次你不亲前嫌 替我在薛总面前求情 一直没有机会谢你 今天借着这顿饭 就当我谢你了 来 哇塞 死兔子你太奸诈了吧 你请菲姐就得单请 你混着我们这顿饭 太没诚意了啊 去你的 挑拨离间 菲姐才没你那么小气呢 菲姐 这死兔子就该狠狠地讹她一顿 马克 你怎么说话呢 你是不是欠编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闹了 菲姐 我没事 我 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 有点不太高兴 我想我顾菲菲 从来没有靠过任何人 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 我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怎么到了EAC 我就成了破坏人家家庭的女人了 你们以为薛总升我值我高兴吗 我高兴不起来 我一点都不高兴 菲姐 我没事的 我就是想发现一下 来 吃东西吧 菲姐 不管别人说什么 至少我们三个是绝对相信你 佩服你 是啊 其实谁出来混都不容易 菲姐我们仨都理解你 菲姐 你放心 流言蜚语 它只能是流言蜚语 你的实力 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谢谢 你看 招得你们都不高兴了 来 干杯 干杯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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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们吃饭去了 嗯 怎么了 看你好像不大开心啊 没有啊 我都说了嘛 我是百折不挠的顾菲菲 何况 昨天晚上还有个小丑 在我家楼下唱歌逗我开心 你没事就好 我送你上去吧 怎么了 我看看 妈 妈 阿姨 阿姨 那个 刚才其实是那个沙子 刚才是这样的 我这儿浸了颗沙子 她帮我吹了吹眼睛 对 对 你们啊 不用解释了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妈又不封锦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看你俩不如登记去吧 小辣椒你闭嘴 我看小辣椒讲得也不错嘛 妈 菲菲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嘛 你看 小灿呢 已经去过我们家了 你呢 也是该去拜访下她的母亲了 妈 哪儿跟哪儿啊 小灿呢 没事的时候啊 你带着菲菲去拜访一下你的母亲啊 哦 妈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不是好久没来看你们了吗 今天没事出来走走 就走到你们这儿来了 结果呢 就 妈 时间不早了 赶紧走吧 哦 哦 我在这里碍事对不对啊 没有没有 我走了没有 我走了 阿姨我送你 没事来送你 你坐好 妈 再见 走了走了 路上小心啊 笑什么呀 你